在道长宋金指引下 金融市长林又昌副市长林永发 议长蔡王莲和祖朴姓氏 黄姓中清会主委黄丁峰等人 前程持乡缓缓绕行共桌 这里是金融市中正公园上方的祖朴坛 正在盛大举办普渡祭典 广邀各方好兄弟前来享用民间供奉 也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今天晚上也是我们中元季 科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头戏 所以今天晚上是进行祭拜祭祀的活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非常丰盛的这些祭品 那这个晚上的祭祀的仪式 是完整科宇的一个展现 所以也是整个中元季的一个精华 然后我想大家看到整个的一个祖朴坛 这个张灯结彩 我相信所有的好兄弟 老大公可以来领受我们的诚心跟诚意 今天是我们农历的七月十五 也是一般性的就是说普渡普渡 那今年我们基隆中元季的直冬 是我们黄信中兴会 我们黄主任委员带领下来 那昨天放水灯嘛 那今天就是祖朴坛的普渡 那这个是遵照每一年的这个科宜 过意不可缺的 所以今年黄信中兴会办的特别的这个隆重 澎湃的中西市餐点与精致逼争的看桌米雕 让民众大开眼界 其中有一棚祭拜的竟然是奶粉奶瓶 还有机器人汽车皮球及洋娃娃等各式各样小孩玩具 原来这是今年黄信中兴会新设的婴儿谱 希望季隆人的慈悲心能照顾到所有年龄城的好兄弟 今年还有非常特别 就是针对有一些比较早邀的我们这些这个baby 然后这个其实今年的中兴会也特别被天敏 把这一部分的一个贡品把它这个规划出来 所以今年有特别有这个区域 浓重的普渡庆典加上光彩绚烂的竹谱坛 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参与 让现场宛如不夜城 也为传承百年的基隆中原季活动带来另一波高潮 记者张琪腾金融报导